神像诡异 作者白日放歌 演播慕思维 墨语清清 独家出品 933集 很快三日一鬼便到了妇女主人的家里 他们并没有去妇女主人家里面的正门 而是到了北门 妇女主人的家是没有北边的院子的 这个北门就只是妇女主人家北侧的房门而已 接人看到妇女主人正在家里面的过道屋里面吃饭 桌子上面足足摆了四个菜 看那菜的样子应该都是从农家院里面端过来的 那菜并不是剩菜 看来这妇女主人跟着农家院那个人 是蹭吃蹭喝 现在已经是下午七点 天已经擦黑 这时候把那阴鬼放出来吓唬妇女主人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张凡也没什么犹豫 直接便从兜里面把那小瓷瓶掏了出来 他望向瓷瓶 低声说道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只听那瓷瓶上面传出了两声轻响 张凡打开瓷瓶 一道魂气骤然从瓷瓶里面飘出来 与此同时 张凡三人身边的温度骤降 大力下意识的也是打了一个寒阵 只见一道身着蓝色兽衣的魂体 出现在张凡几人面前 不过 这魂体也只有张凡和方眼能够看到 大力根本看不到 阴鬼也并未在大力的身边显形 而是一直处于一个隐匿的状态 不过 直觉告诉大力 面前应当是有一只阴鬼 他的精神一直处于一个 嫉妒的紧张状态之下 阴鬼和张凡互相打亮一眼 下一刻 便见阴鬼的魂体 一下子飘到了 妇女主人家里面的过道屋里 两股阴风 骤然在妇女主人家的 过道屋里面呱起 过道屋里面摆放的桌椅和家具 不仅也是微微晃动 整个过道屋里面的温度 也是骤降 正在吃饭的妇女主人 感到背后猛地生腾起了一股凉意 他那正要夹菜的筷子 同时也是一顿 随后便私下打亮起来 就在这时 院子南侧阳台上面的大缸 微微地晃动了一下 整个房间的氛围 瞬间变得诡异起来 这家伙 倒是挺会装神弄鬼的呀 方眼在张凡耳边低声说着 闻言张凡淡淡一笑 也没有说什么 在这种诡异的氛围之下 妇女主人再也按耐不住心神 他站起身来 朝着南院的阳台走 到了南院 他发现 那阳台上面的大缸 依旧在晃动 他用双手 把大缸给按稳 自我安慰他 一定没事的 一定没事的 那老东西死了那么多年 都没来找我所命 现在怎么可能来找我所命 刚刚应该是挂了一阵风 才造成了现在这样子 说完这话 妇女主人又是 常常说出两口气来 方才重新回到过道屋 但是 当他回到屋子桌前的时候 便发现 无论是他的碗筷 还是装菜的盘子 全都反扣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 妇女主人的脸色 瞬间变得铁青 纵然刚才过道屋里面 又刮了风 只能出现把盘子 刮倒在地的情形 绝对不可能 把盘子给反扣在桌上 下一刻 那妇女主人 便满脸谨慎地 撕下大量 谁 谁在心动老娘 快给我出来 老娘可不是吓了大的 妇女主人的话音刚落 便听到整个房间里 回荡起了一个凄厉的笑声 听到这惨笑声 妇女主人变得更加慌乱了 当年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被我撞见了 发现不能求得我的原谅 便动手杀了我 你这个可恶的臭三八 小风 这么多年 你跟着别的男人 吃香的喝辣的 生活好不快活呀 现在又跟了个有钱人 连饭都不用做了 每天下饭店 你这副躯体 可真是没有白账 我一个女人家 无依无靠 活得很辛苦 实在是没有办法 才走上这条路 哼 那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也是无依无依无靠 活得很辛苦嘛 你的骨子里就是这样的人罢了 你今天 是来干什么的 找你索命 温婷子言 父女主任的瞳孔一缩 心头狠狠地一颤 你是听了那个毛头小子的话 来找我索命的 无论有没有其他人 我都会来找你索命的 那你为什么之前不来找我 何故要等到现在 这是我的事 不用你管 鹰鬼一声抱贺 下一刻 身体便朝着 父女主任的方向暴力 她的鬼掌 一下子掐在了 父女主任的脖梗上 父女主任口中 发出一声猛哼 在那鬼掌 所裹挟的巨大力道之下 父女主任的身体 瞬间被踢起 而后又被重重地抛飞 狠狠地撞在了 身后的墙壁上 父女主任 与墙壁撞击的位置 发出了一声闷响 紧跟着 父女主任便摔倒在地 与此同时 口中也是喷出了一口 殷红的鲜血 你怎么能如此对我 你怎么如此狠心 你还有脸埋怨我 当初你毒害我的时候 怎么没有问问自己这两句话呀 大力的母亲是多么善良的人 你连她也要害 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 看来那小子什么都跟你说了 即便我不做这个中间人 大力母亲一样会受到伤害 反正她早晚都要被害 我还不如从中获取一些利益 听到父女主任的话 躲在北门外面的三人 互相对视一眼 紧跟着 大力不由地 往前面凑了凑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感谢观看 询